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盘后来到里园门一带 里园门当然和大家吹海鲜 除了吹海鲜之外里园门还有三家村码头 来到码头是什么? 当然是上游轮,难道他来到吗? 上游轮前当然要看码头 那游轮去哪里? 不就是去东隆岛 买飞当然要排队 看看船期 现在我们要坐1点20分 回来坐16点 45元已经包起来回 买飞时还要订阅回程的时间 现在开始登船 这个码头也很有特色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打卡点 大家听不见是帆船 还有电话亭 在上船的位置 大家先看看船 如何上? 下楼梯 走上去 上到船相当开心 为什么? 因为看到海 船程约45分钟 现在还在码头上 看看船 是不是很棒? 还有人钓鱼 刚才钓了泥马上来 这边游艇 风光明媚 就是这些 对面已经是小西湾 里园门一带的景致 最出名的是灯塔 天息相当之好 对面是一辄来 这个码头 除了东隆岛 也可以去西湾河 船尾的位置 看看灯塔 那边就是里园门 较入的位置 这边上去 其实还有一个石礦墙 如果大家进来里园门 经过这间庙 就可以上去 黑色帆布的帆船 很棒 出了港口 右边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城市 叫做杏花村 每逢打风 都是新闻热点 这边真正是小西湾 船头 左手边的位置出了港口 大家知道这边 是将军澳 右手边这边 是工业村 大家都看到 出了维港两边 风景相当之漂亮 坐游轮的感觉就是这样 这个船 和大家一起吹多两句 星期六和星期日才有 走一至五是没有班次 来到东隆岛 大家就会选择时间去 哇 厉害 大家看到 塞艇 艇后面的山 海连天天连山 大家看到 海连天天连山 海连天天连山 江马御牌 前面就是码头的位置 哇 都没那么快 经过三十分钟的船程 就来到码头 终于都上到码头了 星星这么震 是的 我加了两个稳定器 加上防震 为什么 刚才大浪 有少少云船浪 出到这里 相当开心 放假 天浪 气清 离开市区 进来看到海 踩到沙滩 就可以脱口罩了 东隆岛有什么好行呢 我们现在在码头位置 不要紧 我们有点响道 跟着响道就可以了 在码头沿着左手边的楼梯上来 就已经第一个补给点 是士多 在士多沿着楼梯上去 走去那边看看 有什么看一看 沿着右手边的楼梯一直走 走到上来 已经见到第二个补给点 都是士多 有很多人帮衬 今天星期日 都不是太多人进来 我们现在走上去上高的营地 看看 现在走了约五分钟左右 大家看到吗 已经脱了口罩 因为为什么 一方圆百里 空无一人 星期日找到这些行山点 已经很慢行 除了有人住之外 还有山寨网 一定有样子看 看不看 真的很开心 为什么 刚刚看到山上的人在野街坊 我问他 上居有什么看 没有 看石刻 我说你们想去营地 你们想去营地 你就当失路了 我都说我星星何时都当失路 现在怎么样 慢慢走回来 放松心情 慢慢去 虽然天气很热 经过完一轮 荡失路之后 回到刚才第二间士多的位置 向左手边 开了GPS 卫星导航 无人机导航 现在向东龙岛最东边出发 沿路是线长的 框架 横梁不算多 这路行山路径 也算是初级 又有几级标 正所谓 独献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正面是哪里呢 清水湾戈以夫球会 左手边 之一就是大庙 很多人钓鱼 正所謂柔軟過高山,柔軟過谷 大家看到嗎?當然看不到 那邊就是營地的位置 途經的假日士多是燈塔的位置 這裏進去便去了 士多這裏有張地圖,但好像棕毛燕一樣 看不到一半 經過士多後,大約走了兩三分鐘便到了 終於看到海的位置 人在野就彈求找海 看海比遠景更加正 近鏡,這樣叫近嗎?難道下水嗎? 出來行山最重要是甚麼? 這裏,自己拿垃圾自己帶走 特區是甚麼呢?東龍洲營地 因為現在整個營地都封閉了 怎樣封呢? 紅色絲帶呢?這些是例牌動作來的 來到營地這個位置,烈日當空是否很辛苦呢? 又不是很辛苦的,這條路我都說 這條路是三級,哪條五級呢?波羅山 波羅山真的五級,想拍兩相又 但這裏外面都很美的,跟大家出去看看 這麼辛苦走到上來又跟大家吹多幾句 為何會發現到東龍島這個地方呢? 原因就是對面,我上個月去布袋奧行山 行去青水灣哥爾夫球會大廟,落到大廟很多人釣魚 看來對面有個島,有個島五蟻六色的 為甚麼五蟻六色呢? 那些帳幕搭得好像難民營一樣 那我就好奇了,有一晚我就踩單車 踩入里原門,見到三家村碼頭 咦?三家村碼頭有船過來 不過就是星期六星期日這樣 正好今天星期日這樣 就過來這邊走一下 第一就吸收一些新鮮空氣 第二就當自己有一個正常的運動鍛鍊一下 現在我們拍一會兒照片 又走到外面試多,找些東西喝一下 那剎那之間就來到東龍島炮台特別行政區 走了五分鐘路程,來到這裏甚麼位置呢? 說明是炮台的,看看能否找到炮 好,經過一條萬里長城之後 就來到炮台的位置 這個位置有甚麼要看呢? 就是看長城 上當時炮是放在那裏,被牆圈圍著 這裏以前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港口 即四面環海 經過炮台之後 終於來到求生的位置 看到海了 看到海有沒有食物呢? 這些呢 這些是甚麼? 有次都可以吃的 這隻叫做盧兜 大家有沒有玩過金虎? 現在隨時捉到金虎 當然這麼近就看不到 這裏有一隻未熟的盧兜 他說做盧兜 還有甚麼作用? 煲糖水 話未完美,大家看到嗎? 這裏就叫做盧兜的果實 那裏呢? 就是選黃色的布位,很甜 選完後就像這是一支毛筆 可以滑畫 看完盧兜當然不少有海灘位置 大家看不看,海天一色,真不真啊 沙灘小小,但挺正的 回程路走出来,第二间士多 下午3点半,我们进去找东西吃 进去士多的位置,找位置坐下 最重要是看有什么食物 我最拿手的是小油西多士,比我更好 这边呢,金吉麦,只是想喝东西 这间士多距离码头有三分钟路程 我们就坐4点20分那班船 在这里有三十凌分钟坐下 我又叫了一支保抗力 小云就叫了一个金吉麦 一份鸡翼,来到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冬的金吉麦来了,有什么特别呢 他就说蜜糖就在外面自己养的蜜蜜 还有一份煎鸡翼,也有点金香 很开心,吃完鸡翼又喝完东西,结束短短几个小时的行山旅程 放一日假,现在在市区就没什么顶方好走 进来这些地方,当做一下运动 带着愉快的心情进来,带着一些健康的出去 今天的吹水片到此为止 大家要有均衡饮食,适量运动 多谢大家看我星星的频道,健康是最重要的,拜拜 拜拜